最後和我講一講大陸的大水晚館 大水晚館是早自兩個星期前 大概五月初至五月中之間 北京發現4月經濟數據很差 5月甚至可能更差 一路經濟由2021年的復甦 一升息20%多 逐級而降 降到現在可能負增長 可能未公佈 所以李一強就說要推動這些政策出爐 保住經濟 保住高人飯碗 保住就業 我們看看最近八個措施出爐 有什麼啟示 第一個措施是留底退稅增加1400億 去到16400億 即是中國政府寧願減少稅收 都要退稅而刺激內部消費 希望因為直接退稅 第一 令中小企有薪出 有基本營運開支 第二 亦都可以保障到 整個社會的活力 第一 政府不收這些稅金 16400億 將稅金變相擺回社會 成為消費 成為第三產業 成為服務業的資金來源 第二 國家融資擔保基金 對中小微企再作行擔保 合作業務規模 上升到1萬億 即是說 現在第一個 中小微企是很可能過不了活的 跟香港一樣的 怎樣可以保證他們有錢過活呢 他們另外有一個配對的貸款 跟香港的百分百貸款差不多 配對貸款的規模是1萬億 即是扔1萬億的銀行體系 你批錢 借錢給一些中小微企 讓他們過到關 這個1萬億就是這個意思 第三 國家採購對中小微企 扣除標價的10%到20% 即是說 中小微企在很多情況下 未必中標 但如果中小微企 如果是原來可以參與投標 將它的標價減價 即是說 它投標是100萬的 就當它90萬或者80萬落標 欺騙它能否中到 如果中到的話 可以增加中小微企的生意 尤其是工程界 讓他們可以生存下來 第三 國家工程的採購 對中小微企的撥額 由30%增加40% 現在基本上在去年開始 因為中小微企都難捱 所以現在的盤部採購 部分的百分比要在中小微企買 那百分比是30% 現在提升到40% 即是國家採購如果用1000億的話 有400億即是40% 會跌回到中小微企身上 這樣就可以幫助中小微企去生活 好了 接著也就是農資補貼 即是農民的資金補貼 就會由200億增加到300億 上年已經有農資補貼了 今年更加進一步增加到300億 讓多些農民可以拿到現金的實惠 另外 階段性的減徵部分扣車稅 6千億元 以便刺激汽車消費 其中一個內部經濟的增長是來自消費的 當然 平台經濟或數字經濟都是一樣的 如果是普通實體的一些小營運商 或者小的公司 它怎樣可以生存呢 第一就是它的生產 獲得保障 它有資金去生產 它的生產賣得出 所以說 如果將一個政府工程採購 將40%的份額 放到中小微企去做採購 就可以增加中小微企的營業額 令它能夠生存 農資保持當然是300億元 另外 階段性的 將成用車減稅600億 刺激汽車銷售 這個擺明就是要刺激一些新能源汽車 譬如小鵬 或者是這個 就是 想不到名字 當作小鵬汽車 這些可能是值得去追捧 另外就是要補教師的工資和養老金 補助養老金 也會補助教師的工資 特別在一些行業上 包括了 就是補航空界 航運界的大型企業 穩住崗位 它叫做 穩崗返環 即是你交稅 交了一些管理 或者行政的金錢 交之後 它可以給你一個叫做 穩崗返環 它可以給你一些錢 但是你一定要保障 你現在這麼長的崗位 即是這麼多工作 是命停住 那就不要炒人 這個是穩崗返環 這個對著 穩崗返環比例 就是你給了100萬稅 它可能退回50%稅給你 即是退回50萬稅給你 讓你去保障你會請人 讓失業率不要下降 即是說 現在大陸已經用了大水晚貫 又泵水下去的市場 讓市場消費高一點 穩崗返環經濟增長 另外同一時間 就是對個別行業 催谷 譬如是汽車業 讓它更多轉通 亦要保住大家的飯碗 這些中國大陸不是大家 保住中國大陸飯碗 讓人們不要這麼容易失業 這就是中國大陸的政策 反而香港的逆周期措施 相對來講 就是皮毛些 還有最重要就是 探萬板 死拖難拖林鄭王 其實這是陳茂波的原因,因為陳茂波在財政員算案說 他要保障6月30日盤數交給世界政府9千億盈餘 如果要保障9千億盈餘的話,即是說財政儲備 就需要盡量減免政府消費 不需要政府拿著錢可以不斷撕,而撕到去到Hand Over 政府經常不見9千億盈餘的數字不出現,不出現是危險的 不出現是接近審訊理財原則的